聽那麼話嗎你們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 在幹嘛 有沒有秩序 你也在想啊 你過來 究竟發生什麼事 讓這些中國男性破口大罵 你們這些代拍的 來來來來 用在過分樓 你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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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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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跟明星拍不停的 可不是單純粉絲 而是中國娛樂圈 痛恨不已的職業代拍 如果你想比如說拍他笑啊 或者說一些什麼 引起他的注意啊 那你就跟他講話嘛 比如什麼男的喊老公 對不對 所謂代拍就是代替粉絲 到現場拍照和攝影 再將照片轉賣出售 並收取一定費用 只要明星出現 他們正為獻身 但經常性地近身拍照 推擠 衝撞 起口角 在公共場合不停上演 代拍不顧一切 也要拍到好照片 全因背後傷機 很驚人 機場會比較好拍一點 基本上就是幾百塊 絕對高不過五百 選秀公演的那種圖 帶就很難帶進去對吧 然後你拍的話 很會被抓 基本上是全家最貴的圖 很少有第一個四位說的 不同地點價格就不同 代拍會按照明星大小咖位劃分 把圖片打包賣出 一組約三十到五十張 價格落在人民幣 一百五至三百元不等 像是肖戰的五十張照片 就能賣到人民幣兩千元 網路上甚至有販賣明星 個人形成的賣家 代拍獲得第一手照片後 再以更高價格轉賣給粉絲 藉此賺取差價 完整產業鏈早已形成 對代拍來說明星就是 行走的人民幣 我最後拍完我想要的人 我把其他人賣一賣 然後也有那種職業代拍 就是只拍圖沒有喜歡的人 只為了賺錢 只要一台手機 從拍照修圖到上傳 花十分鐘錢就能輕鬆入袋 也讓代拍行業更加競爭 現場劇組為了不洩密 就把外面全用綠布圍了起來 然後粉絲就去租那種殘土車 然後坐到那個殘土車的斗裡面去 瘋狂行為一箱 中國官媒也批評 代拍亂象又從根源做起 談話粉絲要理性追心 如何整頓這種亂象 在今年中國全國兩會召開期間 也受到討論 在這個粉絲文化的整個的治理過程中 還要回到它的源頭 其實不是某一個主體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對藝人和明星 以及他們的經濟公司 內容的製作機構 內容的發布和傳播平台 以及粉絲在網上的行為 要有一個整體化的考量和構建 灰色產業再次引發討論 官方是否會出手採取行動 仍有待觀察 代拍市場持續盛行 至今絲毫未堅收斂 也成為娛樂圈和中國政府 未來要打擊的一大亂象